大家好,我是大政 这回讲讲印度的牛 主题是印度人竟然把牛奉为神 印度怎么还成为亚洲第一牛肉出口国了呢? 他们的神仙也卖吗? 通过查询的相关数据显示 印度还真是亚洲第一牛肉出口国 根据2018年的统计 全世界牛肉出口总额为492亿美元 全世界新鲜或者冷冻的牛肉出口额 最高的五个国家分别是 第一名美国出口额为73亿美元 第二名澳大利亚出口额为65亿美元 第三名巴西出口额为55亿美元 第四名印度出口额为35亿美元 第五名荷兰 从上述的数据就可以看出 印度的牛肉出口总额还真不少 35亿美元 世界排名第四 在亚洲排名第一 其实说起来牛对于印度教徒来说 的确是一个很神圣的动物 在印度教徒中 他们的师婆神的坐骑是牛 每一头牛身上都坐着一个师婆 所以牛在印度非常神圣 走在大街上 印度人看到牛都要礼上三分 基本上牛是不会被宰杀的 这也导致印度到处都是流浪牛 非常多 当然印度到处是流浪牛 原因是这样的 印度的农民养了一辈子的牛 让牛在地里干活 当牛老了之后 因为牛是圣物 所以他们不敢宰杀 既然无法宰杀就得继续养 还要花不少钱 所以干脆老了之后 把他们放生吧 叫他们随便跑 变成了流浪牛 放生之后 这些牛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 都有路人喂养 这些牛活得也挺好 所以印度满大街都是一些流浪牛 也就不奇怪了 既然牛在印度有那么高的地位 印度出口的那么多牛肉是哪来的 其实说起来这个事儿 还和印度的种姓制度有关 在印度虽然法律上 种姓制度被取消了 但是根植于几千年的印度社会秩序的结构 怎么可能轻易就消失了呢 种姓制度里印度人分为三六九等 而印度的牛也一样 不是所有的牛都有资格成为受人尊敬的流浪牛 老了还能被喂养 印度的牛也是有种姓的 有上等牛和下等牛之分 上等牛就是所谓的印度白色流牛 脖子上长了一个像大牛子一样的东西 这种牛是正宗的印度神牛不可以宰杀 而大量用于耕种和挤奶的水牛 就像低种性的贱民一样 可以被随意宰杀 是不被当成真正的牛来看待的 甚至印度教徒天然的认为 水牛肉和牛肉是两个概念 然而印度人吃肉少喝奶比较多 所以印度养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水牛 用来供应牛奶 当这些水牛老了干不动活了 出奶量也少了就会被宰杀 对于印度教徒来说 既然是低种性的贱牛 杀不杀也就无所谓了 想杀就杀 老了留着也没用 然而印度教徒由于教育方面的原因 基本上是不吃牛肉的 所以印度人把大量的水牛肉出口到别的国家 在这里插一个拓展话题 其中印度的水牛肉相当一部分是出口到我国的 然而我国在早几年前就表明 禁止印度的牛肉出口到我们这里 因为印度的牛肉质量根本没法保障 但在2018年根据我国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进口牛肉为100万吨 走私进来的牛肉竟然高达200万吨 其中印度的牛肉很多都是通过走私的方式来到我国的 相比较起来印度的水牛肉质量真的不怎么样 在国际市场没有什么竞争力 但是价格比较低 他们集中出口到非洲中东以及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 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而我们进口的印度牛肉 大多数都是通过越南这个中转站转过来的 印度的牛肉经过我国云南省的河口金平马关等地 以及广西的友谊关东兴等地偷运到我国内地 从这个方面来说 印度人和越南人舍属一窝 当然更少不了一些奸商的推波助澜 也正是这些种种原因吧 让印度成为亚洲最大的牛肉出口国 这也是印度人魔幻的一面 他们一方面把牛供奉为神灵 一方面又大量的出口牛肉 当然在印度人眼中水牛这样低种性的贱牛不是真正的牛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